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海马乐团马头琴演奏家严宗翰先生来到现场 宗翰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彩而且很特别的影片 在纪录片里面就是有给我们介绍了马头琴 还有蒙古人当地的一些生活 还有他们跟动物之间一些很细腻的一些情感 那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真的不仅没有去过蒙古 或者是对于马头琴也感觉很陌生 对 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请到宗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今天你有特别带马头琴过来 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乐器呢 马头琴 顾名思义它会有一个马头 然后它以前的传统 最传统的旋呢 他们是用那个马的尾巴 马那种毛和尾巴来做他们的旋 然后通常另外选的那个它都是一树一树的选 大概都80或是到高兴选是80根树枕的树 然后高兴选是120根 就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它把那些毛树在一起 然后挂一个很重的东西在底下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把马头琴 因为有一次他们乌兰巴陀蒙古国来 乌兰巴陀来我们高雄音乐馆表演 然后在表演的中场之后 他们会在那个我们音乐厅的前台 来做那个他们的手工艺品啊 皮革制品啊 CD啊 然后其中有一把就是 他们带这把马头琴来卖 哦 然后当初 当初我有在学二虎 然后我爸爸就看到 这匹马的 马头的雕工还不错这样 是 然后也是两根弦想说 应该跟二虎一样吧 然后就 当时也不贵就买回来给我玩 所以当时其实你还不会弹奏马头琴 不会 嗯 那马头琴跟二虎真的差不多吗 差很多 那可不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可能对二虎比较熟悉 比如说二虎来说 我们是二虎我们是放在腿上演奏的 是 然后马头琴跟其他所有人一起不一样 马头琴是用夹在腿上 哦 像在骑马一样 对 的确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演奏技法不一样 他们手指头 按旋的地方也不一样 哦 怎么说呢 二虎是直接按在腿上 二虎是直接按在腿上嘛 对不对 对 然后马头琴比较特别 它没有指板 对耶 它连刻度都没有 对 它会用我们手指头的白月 哦 那刚好是肉跟指甲 对对对 交接的那个位置 嗯 OK 然后就是用顶的 嗯 嗯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这三根都在外面 只有演奏这根的时候小母子要插进来 哦 那指法的确蛮不同的 对 音域也不一样 像二虎的话是刚刚拳在外面 第一拳在里面 是 马头琴刚好相反 嗯 就第一拳在外面 刚刚拳在里面 所以演奏技法上如果 你要把二虎那一套来 融入马头琴这一套是完全不行 所以爸爸当初真的是 只看了两根弦 这样子考虑实在是 现在发现差异是很大的 那一晚上带回去之后 我就心冲冲的就拿起来 就完全拉不出声音了 哦 会这样子 是 那其实我们在影片中 有提到这个马头琴的制作 它可能在这个琴把上 可能是用这个马的骨头 然后 或者是在这个琴的弦上面 可能是要取马的棕毛 那您这把 你这把琴也是 它的这个制作的材料上头 跟影片中介绍的一同在哪边 其实 那比如说我们先看 我们的琴景部分 是 它现在已经是 已经都是用木头做的 嗯 其实那个 用马的禁骨做 他们的琴干 已经是一个 只是一个传说 哦 现在大家已经不这么用了 对也没有办法这么用了 是 然后 然后 再来就是 鲜的部分 甚至现在都改成民用鲜 哦 因为 那个 鲜的那个损耗度比较低 哦 是 是因为台湾气候的关系吗 我买回来 我当初买 买 从蒙古买了两把 请回来 其中有一把就是 上 马尾的选 嗯 后来在台湾 因为台湾气候太 太潮湿 哦 是 就拉美几根就断一根 拉美几根就断一根 后来就断光了 哇 所以 真的不同的气候 在材质的选择上 其实会有不一样的挑战 但是在音色上的话 马尾就是比 柠檬的声音要好听很多 哦 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最好的状况 还是 会比较倾向用这个 马尾下去做 那 我们会在影片中会感觉到说 好像这个 马头琴的演奏啊 不管是这种乐器 或者是会演奏的人 似乎是越来越少了 可是我们会觉得好像 蒙古的草原的生活方式 并没有改变很多 那怎么会有这样 越来越稀少的状况呢 其实当初我 我08年飞去乌兰巴托尔 跟老师学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哎 怎么 连他们自己当地人 在学马头琴的人 都这么少 是 对 其实他们 最近的经济 有比较好一点 嗯 他们最近的生活品质 好一点 但是我 我只知道 就是我的 几个蒙古的老师 嗯 他们 除了在 他们自己本地做演出以外 也只有在世界各地做那个教学跟推广 嗯 反而是国外的这个 想要学马头琴的人 比国内的需求 要来得多吗 对啊 那您自己在当地的时候 你有感觉到说 年轻人对于这个马头琴的学习 有同样这样子的意愿下去做传承吗 当地 当地 我 比较少看到 嗯 就像我 我问他们的一些 马头琴演奏员 我就问他们说 诶 那你们会拉马头琴的话 那你们会 猴鹰吗 就是猴鹰 他们是一个蒙古的 蒙古有三宝 是 一宝就是马头琴 然后是猴鹰 嗯 再来就是长调 猴鹰他们蒙古叫 呼鸣 呼鸣 呼鸣就是蒙文的 蒙文的呼鸣就是 但是翻成我们白话文的话 大概 它是指喉咙的声音 喉咙 嗯 所以它是一种唱歌的技法 算是一个 嗯 有人说它是口技 有个 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唱歌的技巧 嗯 哇 待会儿请你帮我们来做示范 那嗯 其实在这个片中里面有强调 这个马头琴 它可以模仿很多大自然的声音 像是像是马蹄 的叫声 或者是风的声音 或者是水流的声音 嗯 那可不可以请宗翰来帮我们示范一下 可以啊 嗯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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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也可以做水流的声音 也可以做风刮过俏皮的声音 也可以做哨音 这样 那平常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去在音乐里头呈现呢 嗯 其实要说到他们的生活模式来说到来谈到这个猴鹰这个部分 嗯 因为在他们是放牧游牧民族嘛 是 比如说一个蒙古包跟一个蒙古包隔壁邻居 嗯 就大概隔了十几二十公里以外 哇真的挺远的 很远 因为他们很寂寞 然后 又没有办法 平常就是一个小小家小家子口在在蒙古包里面就过生活 就赶牛赶娘干嘛这样 就每天无聊就怎么办 然后他们就只好跟跟牲畜们对话 哦 就羊叫一声然后他也叫一声 哎哎哎哎 马叫一声对 开始跟羊对话这样 所以他等于在这过程中等于就是模仿了他身边最熟悉的声音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像像风刮过敲壁的声音会是这样 好有画面感哦 嗯 在这种就是比较像在学羊的 嗯 他听起来会像是这个样子 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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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平常他们会把这些融入在他们音乐的表演中吗 会 嗯 那实在是很有趣呢 嗯 最后要请那个总海帮我们示范一下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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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再来想请教的就是说 嗯 我们在影片里头有一段就是 嗯 你看到那马儿好像生病了就躺在那边 嗯 好像很虚弱的样子 嗯 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可是他的主人就在旁边拉琴给他听 嗯 那他说这个马他应该就会慢慢好了 嗯 看起来马头琴对于这个动物的疗愈似乎有很神奇的功能 你自己有这样子的观察吗 有 其实在这个影片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《骆驼骆驼不要哭》 哦是 对他也是一样就是那个摩骆驼因为难产 嗯 然后 后来生了那个小骆驼之后 嗯 因为摩骆驼是第一次生那个baby 哦 然后后来就他不肯喂那个小骆驼 喂奶 嗯 然后已经过了很久就 大家都很着急啊 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有人说 诶 那如果请古拉的那个马头琴演奏的师傅来啦 嗯 因为他们相信马头琴老师傅演奏出来的马头琴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嗯 就是他可以让换起那个母骆驼那个母性的功能 哇 嗯 然后就请了那个老师傅来啦啦啦之后 那个母骆驼就 看着母骆驼就掉泪了 然后他也愿意让那个小骆驼去喝他的奶 哇 真的是太神奇了 那其实马头琴在蒙古人的这个生活里头 如果是他能够扮演跟自己的动物沟通的一个桥梁的话 嗯 那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 对 尤其是蒙古人都有养这么多的动物 嗯 那嗯 其实就有 在以前的这个蒙古人其实家里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马头琴 嗯 如果有客人来的话会把马头琴 让他摸摸或者是让他可以去弹奏 嗯 好像是亲近一个很仁慈的神灵 嗯 那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习俗呢 嗯 我那时候去乌兰巴陀 其实他们有说他们马头琴有分为大致上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专门在演奏用的 然后一种就是放在会放在家里的墙壁上 做装饰用的 是 然后他们 其实马头琴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指标 嗯 比如说有客人来的话 他就献上说 欸这是我家的马头琴这样 你可以来看看说 顺便让这个马头琴或许可以为你带来一些祝福 让你带就是平安喜乐这样子 是 嗯 我有一次就是跟着我几个蒙古朋友去那个郊外 嗯 就是一户朋友家 就一个老伯伯家里 嗯 然后我跟他说 刚好又有带着马头琴 嗯 然后我就就在他家 然后就 然后就 献学献卖的 拉了一首歌给他听 然后他就 他很开心吧 很开心 然后就献了一个哈达给我 哦是 哇那真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桥梁的沟通呢 嗯 那宗翰你自己本身学习马头琴也是特别到蒙古是拜师学艺的 嗯 那想请教一下学习马头琴的过程 是不是就像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 呃 这个小朋友在跟老师学习 嗯 嗯 那他又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学习音乐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蒙古人来说他们最大跟我们 像我们科班生在从小小小学 然后小朋友这样跟着科班生这样一路走上来 知道特别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不看谱 哦 不看谱 是 那这样子怎么记得歌曲呢 他们就是老师傅拉一句 然后你跟着拉一句 嗯 然后老师傅再拉一句 你再跟着拉一句 这耳朵要非常的敏锐呢 老师都会非常有耐心的去指导你 就是如果你愿意学的话 那师傅是很愿意花很长的时间去指导你 教导你这样 嗯 然后等到你整首拉完的时候 因为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几百遍了 你那首歌也背起来了 真的是 嗯 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会跟老师的感情非常好 非常好 就是 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我有一次去老师家 去老师另外一个家里面上码头请的时候 嗯 老师一进门来就提了一罐的麻奶酒 哦 就看在我面前了 嗯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叫我说 欸你要拉之前先喝 喝完了有精神的再来啦 是 嗯 所以等于是像师傅对待自己的学生 就像对待家人一样 嗯嗯嗯 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跟过几位师傅 学艺 还是就是跟着一位单一的师傅学习呢 嗯 其实有跟过蛮多的老师 嗯 其实 与其说跟过老师学不如说 就是他们 有有机会来台湾演出的话 嗯 都会 有机会的话都会跟个别跟他上个 几堂课这样子 是 去抽空跟他们约时间上课 是 嗯 所以其实对于这种情义的交流 应该对于蒙古人是非常乐意进行的这种 对啊 他们觉得欸 怎么有台湾人愿意学这个东西 他们也觉得很开心 是 嗯 在影片中有四个很可爱的小孩 就是跟着这个老师傅在学情 然后学到高兴之处啊 然后就跳起舞来了 我们也觉得好像音乐啊跟舞蹈 跟他们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 嗯 那您自己到蒙古去观察 您觉得说 他们叫马头行的这种传承的这个过程 是透过他们的国家政策 还是他们自发系的去做这种学习呢 通常我看到的 其实我有问以前我去的时候 有问过几个在蒙古的那边的小朋友 他们就觉得 其实马头行对他们来说 他们是熟悉的但是 也是陌生的 嗯 嗯 因为他们对这个乐器来说 或许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兴趣去做传承 他们还是比较希望可以出国去念书 或者去做比较能够维持佳季的工作这样 是 然后他们在蒙古 有设立专门在教导马头行 马头行的学校 嗯 是不是就像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 小小孩可能就是有的拉琴 那有的透过舞蹈去传承他们这样子的文化 嗯 对啊 是 那嗯 其实马头行的音色非常的特别 嗯 只要是那个声音一出来 我们几乎就是草原的画面就出现了 嗯 那比较起其他的这个学乐器 其实您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学乐器的学习经验 为什么这个马头行它有这种特殊的魔力 可以去把草原的这样子精神可以去做传递呢 马头行这个乐器他们很常使用到双弦这个技巧 嗯 就是同时同时拉到两条弦同时演奏 嗯 嗯 然后因为他们的是四度的关系 四度 四度 就是比如说斗雷迷法 它这样是四度 四度音阶的关系 是 就跟一般的五度啊 其他的旋律器就都是五度居多 是 嗯 所以他在表现上 上头就会有他特殊的这种质感 有比较苍凉感 比较孤单寂寞 嗯 所以那种空间感就出来了 对 是 那最后是不是 请宗翰来给我们示范一首完整的乐曲 来当做我们今天这个访谈的Ending 好吧 是 那感谢宗翰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看地球正词感恩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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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